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批評美國對涉嫌貪污的國際捉聯官員提出起訴 指控美國企圖將管轄範圍擴大到其他國家 普京在電視上評論說美國企圖阻止國際捉聯主席布拉特連任 國際捉聯定於星期五投票選舉下一屆主席布拉特競選第五個任期 而他目前只有一個對手 俄羅斯將會主辦2018年的世界盃 俄羅斯外交部星期三也表態清 美國起訴涉嫌貪污的國際捉聯高層 將美國法律非法使用於海外 美國還未有對普京的態度做出回應 這次瑞士調查國際捉聯涉嫌管理不善和洗錢 俄羅斯獲得到2018年世界盃主辦權 亦都是調查的一部分 處理好 漫字改善 還創作了 傳聞